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缓解痛经的手疗方法 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痛经的问题 痛经不仅是小腹会痛 还会放射到下肢、腰部 以及引起我们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出嘘汗、手脚冰凉等 非常难受 痛经除了一些妇科疾病会引起痛经之外 如果少腹有淤血或者肝肾虚损都会引起痛经 我们看一下自己的手掌 如果是我们手掌大鱼记的区域出现了暗青色的话 那就说明我们是少腹有淤血 如果是在肝区的位置 就是生命线跟这条智慧线 两条线交界的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有暗青色 那就说明我们是肝肾有虚损所引起的痛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在痛经初起时就快速地缓解痛经的症状 我们的手上把中指弯曲 弯曲的时候会看到有一条横纹 在这个横纹的纹头处 我们来进行点按 我们可以用手指进行点按 也可以在家里用一根棉棒来进行点按 按到这个纹头处 用力地按下去 停留两秒钟 然后松开 按下去停留两秒钟 松开 右手同样 中指弯曲 弯曲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横纹找到它的纹头 按下去两秒钟 松开 如果用手指去点按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容易掐破这个皮肤 也有很多人呢 去掐出了水泡 非常的疼 所以呢 建议大家在家里用棉棒进行点按 左右手各点按一百下 在痛经初起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点按这个中指的位置呢 能够非常好的 快速地帮我们缓解这种痛经的症状 但同时大家也要记住 在我们立架之前呢 不要吃这种生冷的冷饮水果 那也在今期呢 要注意保暖 我们的手脚腰腹都不能受凉 好 今天的这个手疗方法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也欢迎大家有问题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